Hello 大家好 我是雲霸 今天我們來介紹一下 Dyson吸塵器的副廠配件 其實市面上有很多廠商在致敬Dyson的吸塵器 因為它就是最強的存在 它銷量也相對最好 它一直被模仿 可是從未被超越 可是我們就發現 Dyson除了吸地最強之外 它好像缺了一個拖地的功能 那很多廠商像LG 他們就做了撕拖兩用的吸頭 像我之前開箱的那個 Malclean M7那也導入了撕拖的吸頭 可是Dyson就一直沒有出 幸好幸好 只要銷量好的型號 廠商都會幫它做副廠的配件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開箱 專屬於Dyson吸塵器的 電動撕拖吸頭 由ANU POWER 他們推出了AC71電動撕拖吸頭 那它有內建UV殺菌光 那有LED的照明燈 那最重要的就是 它有兩塊超厚的刷布 到底效果如何呢 我們馬上來開箱 Let's go 直接打開來 裡面就負責一份說明書 兩塊很厚的刷布 然後這是它的本體 後面有兩塊刷布也直接黏在上面 你可以看到它的造型 整個是有點像 Dyson原廠一系列的配件這樣 前面有一個UV殺菌燈 然後這邊可以做扭動 上下左右都可以直接扭動 那這邊是它的塑膠軟管 那背後這邊有一個滾輪 把它放在地上 然後順著去滑動 那在兩側這個地方有做這個刷毛 在你碰到桌角 或者是牆角的時候 可以順順的過去 而不會去刮傷你的牆面 兩塊厚厚的這個刷布啊 它有點是 毛巾布加上海綿的感覺 那你要用的時候 就把它拿到水龍頭底下 然後去沖水 然後再把它擰乾 擰乾的程度大概就是保持在 有點濕又不會太濕 就剛剛好可以去擦拭你的地面 通電之後 這兩塊像DJ的唱片盤 這兩塊就會轉動 然後它也可以從這個地方 去替你做吸塵的功能 也就是說它可以一邊刷 一邊吸 那你就可以吸拖兩用 二合一的功能 你可以保留Dyson原本強大的吸力 又可以增加拖力的功能 那實際使用啊 我們就直接拿 Dyson的吸塵器 來試一下 好那我這一支是Dyson的V11 這一支AC71的電動濕拖刷頭 它可以適用在各種型號 Dyson的V7 V8 V10 V11 都可以通用 那如果你家裡是Dyson的這些機種 都可以拿來用 那你直接把Dyson原本的刷頭 把它拔下來 直接撞上去 這是它的延長管 直接撞上去 然後開機 然後它這個UV燈就會亮 下方啊 它這個轉盤 也會跟著轉 有沒有 它會跟著轉 它有點像 抹布去擦地板的感覺 比較長的纖維 去幫你把這個地板的污垢把它帶起來 那我會建議大家 在使用的時候 兩塊固定拿來做撕拖 兩塊固定拿來做乾拖 好 這是這一個 AC71的電動濕拖吸頭 那接下來我再順便帶來 另外兩款 其他副廠的電動濕拖吸頭 我現在桌面上有 目前市面上三款 專屬於 Dyson V7到 V11的 電動濕拖吸頭 首先呢我們來看一下 綠綠好日這一款 那它一樣付了4片刷布 那它前面 這邊一樣有這個LED燈光 然後前面有兩個噴嘴 因為它上面呢 它有一個水箱 你可以從這個地方加水 然後透過這個開關 用腳指頭 按下去之後 前面會噴水 來保持地板的濕潤 然後再透過刷布 這邊旋轉 讓這個地板 來把Google帶起來 那這個地方可以控制LED燈的開關 那有附水箱 旁邊有防撞條 那再來看到我剛剛開箱的這個 AC7 它的造型啊 會比 其他兩款再小一點 相對重量也是最輕的 因為其他兩款 都有水箱 所以這一款是沒有水箱的 那再來第三款 它的造型最特別 它長得真的是很像一台機器人 你可以看到它背後這個拖布 它的拖布啊 比較薄 是這種薄薄的 有點像不織布的這種感覺 上面同樣是毛巾布 可是它這個 非常薄 很硬 它這個是幾乎沒有吸水的功能 像這種薄薄的一片啊 坦白講它的清潔的能力 就會相對弱一點 好那我們三個都把它翻過來背後 你可以看到這三款 都是同時具備 吸跟拖的功能 可是它的拖地功能 因為刷布的造型不一樣 拖地的能力 其實就有差別 好我們再來講到實際使用的心得喔 我們先來講第一款綠綠好日 那這個是它拖地的效果 它要往內去集中 所以 如果你前面剛好有髒汙 它會順著這個 轉盤 然後幫你把髒汙往內撥進去 然後從這個地方把灰塵把它吸走 壓著 就開始噴水 像這樣子 我剛剛噴了太多水 所以怎麼樣也脫不乾 然後這個是 開關 那在拖的過程中 我就發現 重量有點偏重 畢竟它多了水箱 而且它的高度你可以看到它 明顯也有差 它特別在一些角落 就會卡住進不去 比如說像沙發的縫隙 它就沒有辦法進去 這個AC7它就進得去 它相對比較薄 那你可以看到它在轉的時候 會相對的使用起來比較輕鬆 因為它沒有水箱 所以它可以很輕鬆的 把桌面上 或地面上 拖乾淨 然後再來講到灑脫這一台喔 用法其實跟這台很像 它一樣是從這個地方 把它轉開來 然後它可以透過這個 水箱 然後去加水 針管這樣戳進去去加水 它是透過底部這個地方 有一個噴水頭 然後把水噴出來 再透過上下兩片刷布 水分把它拖乾 它會從中間把水噴出來 那你拖地一定上下凍嘛 所以它會利用這個噴出來的水 把地板拖乾淨 我覺得小範圍的拖地 三台我覺得效果差不多 可是如果把它擴大到一個房間 重量 就會很有差 兩款帶水箱的重量 就一定會比較重 所以你在打掃的時候 就會特別的累 那你就會問說 沒有水箱的話 我有辦法做完一整間的家室嗎 事實上是可以的 像這個 它的布 比較薄 所以它的蓄水能力 相對差一點 這個ACC的布墊比較厚 所以 像我自己實際在使用 整個室內大概25瓶 從客廳到三間房間 整個拖完 它的布墊 都還是濕的 沒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 有水箱跟沒有水箱 基本上差異不大 當然如果你家裡是 那種透天處 可能有一到三樓 甚至四層樓 要讓你做掃除的工作 那就另當別論 可是一般的小家庭 我覺得 這個 可能會更方便 這三款都是依附在 Dyson的主吸頭上面 所以你不能拿去吸任何的液體 Dyson吸塵器本身是怕水的 如果你是打翻咖啡啦 打翻可樂啦 你一定要 把它插到一個 乾的程度之後 地上還黏黏的 油油的 再拿這個電動 濕脫吸頭 去把它刷乾淨 去把它抹乾淨 它的功能大概等同於抹布 不是海綿拖把 的功能 它不能吸水就對了 要注意 如果大家有 真的要吸水 刷地的需求的話 其實我的部落格還有開箱過 美國的品牌 那個可以同時 幫你刷地 然後洗地板 或是洗磁磚 所以最後我總結一下 這三款 都是屬於 V7到V11的 電動濕脫吸頭 它都是副廠的配件 那 這兩款油水箱 可以讓你加清潔劑進去 這一款沒有 可是啊我覺得最大決定性的差異 在於重量 以及它的厚薄度 越輕的機器 打掃就不會這麼累 你就不會 掃到一半就覺得厭世 那再來 它的高度比較低 可以深入家裡的各種角落 那這兩款 都有LED燈的功能 那這一款 它的LED燈 是號稱 UV殺菌光 那能不能真的殺菌我不知道 那只是它廠上有寫 我就跟你講 以上是這三款 目前市面上 你可以買得到的 Dyson電動濕脫吸頭的介紹 那價錢 大家可以自己上網去Google 那我今天比較針對它的優缺點來做介紹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G 我是雲霸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今天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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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下次見 我们下期再见